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满脸欲亲狼狈不肯的长发妹找到了短发姐 短发姐问她怎么回事 她只是低头不语 但是很快答案就揭晓了 长发妹的奶奶出了事故意外死亡了 短发姐向长发妹询问 原来杨父又在酒后殴打长发妹 因为害怕长发妹逃了出来 奶奶则骑着摩托追了出来 然而发生意外去世了 为了更好地保护长发妹 短发姐决定将长发妹留在身边照顾 等过完这个假期再送回去 跟短发姐在一起生活的长发妹 也终于有了少女该有的可爱和天真 但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长发妹似乎对短发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 这天长发妹提出了一起洗澡的要求 也许是怕长发妹失望 短发姐同意了 在浴缸里 长发妹和短发姐说了很多 情绪爆发的她紧紧抱住了短发姐 看着长发妹背上的伤还没好 听着长发妹倾诉短发姐也不忍拒绝 好景不长 这天一个女人来到警察 她正是短发姐的前女友 短发姐也正是因为同性恋 对自身身份的影响才从首尔来到这儿 两人需求威艰的情侣再次相逢 一顿纠缠争吵过后 两人便吻在了一起 但这一幕正好被路过两夫撞见了 有了这一把柄 杨夫也省去了不少麻烦 时间已经临近长发妹开学了 短发姐不理会长发妹的哀求 将她送了回去 这一天 杨夫因为殴打手下的员工 又被短发姐抓到了警察局 但是杨夫却反应一口 她举报所长短发姐性骚扰未成年人 最后短发姐和长发妹就这样 被带到警察局调查了 因为一起洗过澡 所以长发妹的工资 让短发姐坐实了性骚扰的罪名 在回去的路上 长发妹也知道了 因为自己的话 短发姐受罚的消息 但是她很快就想到了一个方法 晚上长发妹脱光了自己的衣服 打通了报警电话 躺在父亲身边 彩装出自己被侵犯的样子 警察很快就来了 在警局长发妹说 上次的公词是爸爸要求她说的 于是短发姐被无罪释放 影片最后短发姐还是离开了小镇 但是她带上长发妹一起离开 好了 本期电影到此结束 我是麻衣 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赞留言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